动态评测就看新的频道 大家好 我是谢新泽 哈喽 各位冠军 做自媒体七年了 跑车也算测过一些 但从来没有来试驾哪个跑车的时候 让我觉得我有必要开胎 拉法在模拟器上跑上几圈 才算准备好了 因为这一次我们来参加 乏力的最顶尖的XX车系中 最新的作品SF90XX 在Fiorano自家赛道上的一个试驾 我们先把它开起来 看看这1030匹是个什么感觉 好 现在我们要开始下午的测试了 上午因为天比较冷 所以是装了Cup2 现在是装了 Cup2R 也是这一台车 应该要用到的轮胎的这样的一个配方 那上午只是简单跑了几圈 你觉得非常的带劲了 那现在换了Cup2R了之后 首先我们要出去暖暖胎 因为这个轮胎对于温度的要求会更高一些 现在出弯的时候 你就可以感觉到可以用油门来转弯了 刚才Race的时候 它出弯是不给你动力的 它有一个ABS EVO 你可以带很多的循迹刹车进去 然后这台车会根据电脑算到的各种旋转抚养测轻 来算出来 这台车现在轮胎上到底可以承受多少的制动力 然后来帮你去刹车 太棒了 这台车 就是它在从你慢速开到开得非常快这个过程中 其实是一个很线性的一个过程 就是它也会非常轻盈的把整个速度带起来 然后当你觉得一切在掌控的时候 它就会告诉你 虽然我有很多的电控系统 虽然我的轮胎 我的下压力都非常的棒 但是你要搞清楚 你现在开着1030级的车 这台车0到100 就叫2.3秒 6.5秒已经去到200公里 我们在这条赛道上 可以去到27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速度 这是个什么概念 哇 这台车在出弯的时候 当TC off之后 这台车就活过来了 哇 太美妙了 它的电机工作的真的没有什么干预的感觉 什么四驱 它就是一个很标准的发力的一个动态 你不管是出弯用油门 还是重心转移 哇 这台车还是需要Cup 2的轮胎 就感觉多出来这点抓地力太棒了 Let's go 哇 从墙上飞出来 感觉车子一清 哇 这个月桥的感觉 呼呼 哇 LaFuori 我喜欢滞着这个板人 哇 直接去到8千转 声音太棒了 我即年是戴着头盔 依然可以感觉到它的声浪 SF90 SX 它是把进气 slippery 专门接了两个通道 进行了一些过滤和优化了之后 再把它导入到车内 就是法力像调乐器一样 去调整各种各样状态下的 转速下的这个引擎 这个乐器的声音声浪 来确保在各种转速下 这台车都有一个非常饱满 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收浪 这刹车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衰退 跟衰退有什么关系 路坚然非常的友好 你稍微有一点开放的地方 就可以劝我们下去 我要试一下Qualify Give me everything you've got XX let's try everything you've got 我真的是有区别 它真的在出弯的时候 对来的早很多 这个扭矩感就上得非常快 这个电车推进其实有点明显 但它是在这个大的V8的框架下 它就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 持着超级大V8涡轮 我相信教练现在也用力了 两台SF90XX越追越快 这台车会让你感觉好像动态稍微有点多 上午Cup2的轮胎我会觉得就有点踮个脚 感觉这车的这个带循运刹车的时候 重心转移的时候 这台车让我觉得有点虚 但是Cup2R上来的时候就非常好 测倾不算是很小 因为这套这个电磁的避震器 照顾了更多街道的一些感受 如果是用标准的这个就是螺旋弹簧 它就是一个更加硬核的赛道的驾驶感受 其实就这台车现在已经是一个最友好 最倾向于街道的设定 已经可以是表现成这样了 如果是那种更集中于赛道的螺旋弹簧 哇 一定会更加的带劲 然后再是操控 它不是液压的转让助力 我觉得信息不会有原来液压转让助力那么多 但是你如果不是我专门要去评价它 其实我不太觉得它会有影响到我的驾驶 或者影响到我的路感 因为这台车绝对不是一个极致型的车 因为别忘了 它有三个电机 一个引擎 还有一个这个电池 就坐在我的座椅的后面 它整台车重量要将近1.6几吨 但是给你动的感觉就是 这种感觉非常非常的好 然后给你十足的信心 1000多匹的马力 这是一个很吓人的数字 但是你开起来的时候 你并不会觉得这个车驾驭不了 就是你上去 你第二圈轮胎热起来 已经可以 你想干嘛就干嘛 已经不用太去思考了 只要你有基础的驾驶的水平 就这样的感觉 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运动车 标准的超跑 应该有的状态 就是你想怎么开 你想怎么样 你怎么去操作它 这台车就会给你对应的输入 就是在这一台XX上 太棒了 这一台接车 这真的是夸张 非常的夸张 给我开出汗了 希望大家也可以感受到 这次来开这台SF90XX的快乐 太棒了 这才叫车 这才是法拉利的魔法 法拉利的魅力 好 各位冠军 在Fiorano上 开完了这台SF90X 非常的炸裂 那么接下来呢 要和各位冠军来介绍一下 这台车在外观和内饰上的一些变化 对于性能车的角度来讲 无非几个点 更大的下压力 更高的这种效率 也就是低阻力 以及轻量化的表现 当然颜值 我觉得这些东西做到了之后 它自然就流露出一种很战斗的状态 TSF90标准的车型 就是给人那种很妖艳的 很妩媚的感觉 但是在这台XX的车型上 在它的妩媚的皮肤下面 已经爆出了它的獠牙 你看它的前脸 你真看进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整台车 不管在空力 在混动 在引擎 在悬架上 在电控系统上 真的是想的非常的复杂 完全遥遥的领先 空力的部分可以看到前脸 到处都是洞 千疮百孔 但是它居然可以把千疮百孔 也做得非常的漂亮 首先可以看到这些 对吧 常规跑车左右两边 做一些大大的进气口 这个都会有 主要是给油水来进行一些散热 中间的部分 啪 这个孔进去了之后 然后就是缤分三路 中间一块是一个大的散热器 给到三电系统来进行散热 然后两边就是S-duct 都是从F1上来的一些空力的一些技术 来给前部增加下力 散热器工作是反的 在SF90上空气进去了之后 通过散热器会往底板倒 而在XX上 为了让底板的效率更高 同时让上部的下压力能更大 它是把空气的疏离方向改了往上走 也就是说空气进来了之后 把车往地上推 推完了之后 这个车就把空气往上部又推走了 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 然后到处都是孔 你看这样的一个开口下面 其实是组合了两个不同的开口 这边空气进来 从这里出去 增加下压力 减小阻力 然后这边是一个给刹车做散热的入口 空气进去了之后 它下去 然后再去到大尺寸的探陶瓷的刹车卡型上 然后这还没完 侧部 这些风目 进去了之后 也是梳理它的乱流 就是能够让风可以更好地 沿着车身的侧部走 就是法力想让这些空气去哪 它就去哪 热空气 你得比如说往上走 那你就往上 冷空气 你要往侧边走 要去到引擎的进气口 那就往侧边走 把各种空气玩弄于鼓掌之间 这就是法力可以做到的 而且作为一台可以合法上路的XX 有很多的东西是街上不能做的 比如说我们有一大排那种很突出的风刀 街车是不太好做的 但是法力又会通过其他的方式 你看这侧边 我都没有见过这样的倒风的这样的一个设计 看起来很夸张 真的是一定是在风洞里面 在CFD里面吹了很长的时间才能做出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可以看到鲨鱼塞 来去降低前轮拱的这样的一些乱流 能够让这些高压的气体能够更好地离开 提升它的下压力 减小阻力 就是这么样的一些状态 然后轮圈前后都是20英寸 255的前边的宽度 315的后边的宽度 然后轮胎有三种选择 普利松应该是有一个 然后你可以有Cup2 有Cup2R 像今天这种天气比较好的状态下 法力就给我们准备的是全新的Cup2R的轮胎 以及全新的刹车片 能够让媒体们可以有最好的体验感 好来到侧部 首先车高真的非常的低 它的长度其实并不算太长 4米85的这样的一个长度 轴距2米65 然后这辆车其实是有点长尾的效果 就你可以看到它的这种修长的感觉是很在的 包括你看后部的这种延伸感是很在的 也同样就是去降低风阻 提高下压力 然后你看侧边的这些侧裙 就是去更好地去保护底部的低压区 然后前部有很多我们现在看不到 但是我们在那些CFD的模型 在它的3D的演示图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做了非常多的扩散器 及导流板的这样的一些处理 然后尾翼 法力在F50之后再次用上了固定式的尾翼 在街车上因为法力为了保持 它们设计的这种美感 是不太用固定式尾翼的 但是在XS车系上就已经撕破脸了 不管了 我就现在要下压力 那么固定式的尾翼再次的出现 在250公里的速度下 这台车可以达到530公斤的这样的下压力 这还没到它的急速 到急速300多公里 我估计可能有一台小车可以坐在车顶的这样的一个重量 然后基础你可以看到这些细节 就这一厘米高的一片 法力觉得也需要去坐 没有哪一点重量 没有哪一点马力 没有哪一点空力 是不值得去尝试 不值得去努力的 那么做出来这样的一台车 非常的夸张 尾部可以看到 就看起来就是很有那种GT3也好 乐芒赛车的原型车的感觉 裸露的轮胎 下边扩散器 就是分了上下头几层 从左到右又做了很多的分隔 来确保比如说有乱流的时候 进入了一个格子 不会影响到另外一个格子 来去保证整个底板 整个扩散器的效率达到最高的状态 包括排气管也是放到了中部 来确保排气的尾流 不会去影响尾翼 以及diffuser扩散器的这样的一个效能 然后法力主动的空力上 这次是给到了这块有一个面板 这个面板是在高速的时候会下降 因为在上升的状态下 是一个低下力的模式 因为高速流动的气体 会穿过面板下边的通道 从这里出来 走掉 而如果是高下力模式 它会关闭这个通道 然后让这些高压的气体 就撞在这个面板上 然后来让后部的高压区更大 能够让它尾部的下力 达到一个更足的状态 然后同时上面的引擎盖 这边也看到各种各样的开口 有的开口是给引擎静态的时候 来去做散热 有的开口是给车跑起来的时候 做散热 所以这台车太厉害了 把动力 把风 把空力 把造型 玩到绝对的极致 好 接下来我们来内饰看一下 好 进入到这台SF90 XX的车内 首先我可以告诉大家 这台车的车内的氛围不太对劲 就我们在标准的SF90上 你可以感觉到 有一种纸醉精迷的 一种很奢靡奢华的感觉 皮具的这些颜色 造型 然后包括它的气味 都非常有那种乏力的 那种上流的感觉 但是这台车 就进来了之后 你闻到的会是那种金属的味道 甚至带有一些胶质的味道 比如这番毛皮 这些金属连接的这样的一些味道 就它是一个 让你感觉到这是一个很严肃的 是一个真男人的 纯搞性能的这样的一台车 应该有的状态 四点三人全带 非常的方便 这个四点三全带 你只需要扣一个扣 是一个很新款的设计 还是挺方便的 它并不会特别的麻烦 然后座椅是做了一个更新 这是法力史上最轻的 接车用的铜椅 而且它还可以调节 你看靠背的角度 这台座椅其实坐起来很舒服 然后刚才忘了提了 这台车不仅有最轻的铜椅 还有在法力接车中 最高效的空气动力学的 这样的一个效能 要媲美拉法甚至会更好一些 然后车内 就是刚才已经说到了 就是已经撕破脸皮了 没有那些交涉的皮具 全部都是探签板 Arcantara 你看这边磨砂的探签板 然后地面上没有地板 都是这种金属的裸露的踏板 以及车体的这些结构 全部都裸露在外面 非常的夸张 方向盘 这个跟SF90一样 屏幕跟SF90一样 控制跟SF90一样 然后我很欣喜的看到 虽然这么的极致 但它依然给车辆装备了 JBL的品牌影响 然后刚才我这台车用混动的模式 包括纯定的模式 在三大上低速行驶的时候 发现这台车开起来也没有问题 就是你日常低速在城市里去驾驶的时候 这台车也并不会是一个折磨的状态 现在已经整台车做得非常的完善 试驾完毕 真的舍不得 发力真的是自带光环 我觉得它的光环不光是来自于 这个骄傲的月马的一个logo 一个品牌 也不光是来自于它的性感的 让人腿软的设计 绝对更是来自于它遥遥领先的科技 你看这一台超级的混动版本的 一千多匹的超级法拉力 它的引擎 它的三电系统 它的悬架 它的刹车 它的空力 它的每一个部分 都真的是做到了遥遥领先 让人可以欲罢不能的去拿到它的这种 让人可以说是难以想象的 性能的操控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那么最后要聊的就是它的价格 在意大利已经是开卖了 77万欧元是硬领的版本 85万欧元是它的敞篷的版本 敞篷限量499台 硬领限量799台 很贵 很少 但是大家不用担心 这些XX版本的SF90早就已经卖掉了 所以这就是又一个非常典型的 那个遥不可及的 挂在小朋友卧室墙上的那一部 骄傲的又魔力的法拉力 这就是你想要的吗? 我也是想要的 那样的 但是天啊 是这样的 controlled 这个是真的